行李大包小包进国门前还有一堆资料要填 春节上路第一天 无论你是7加7 10加4还是14天 入境手续都比过去还严谨 但国人入境似乎没想象中多 入境的高峰还是落在1月3号到1月16号 不过这几天也确实因为Omicron这样的一个变异株 让世界的相关的一些旅行的移动相对的变得不方便 所以并没有突然的暴征 专案首日入境826人 原方案14天177人 B方案10加4 92人 7加7人数最多557 占比68% 但前一天北市副市长黄山山脸书棚文看出很无奈 他说这些专案都是Omicron肆虐前做的 发烧后也改不回来 只是这无法挽回的决策 会要台湾付出多大代价 地方官有国有民怕疫情走回头路 陈时中对这决策很有信心 而居家检疫是我们的这两年来 一直在做的整个电子的围离 那我们的一个设政体系的一个关怀 那政策都是滚动式的检讨 专案是给国人方便 但国人不听话 这点部长会很在意哦 很难防堵亲友来家里面串门子 那我们要怎么防范 我那时候讲说一个不怕事 我们还要到家里串门子 那就有这样的情况 15万到100万吧 居检外住级检索 首日200多位入住 执行长王必胜失查 职责内工作任务要做 私领域风波先放一边 TVBS新闻苏凯成章 敏如宣传S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